大家好 我是宗敏 第94课 快与多重影线 我们上一节课讲的快 可以和多重影线结合起来 比如说这个 这个影线 那么这里呢 是基线 基线连接到了这个快的插住点 好 那么我们来新建一个多重影线的样式 并且呢 把快结合起来 好 我选中这个 等一下把这个作为基础样式 单击新建 好名称我改一下 快与影线 好继续 好来到内容这里 多重影线类型 好单击这里给它改成快 好 那么就来到了快选项这里 好 圆快 好我单击这里 那么这些呢 是CAD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快 最下面 最下面用户快单击 这里呢 有一个测试一 这里有一个向下键可以单击 因为我们只建了一个快 就是呢 只创建了一个快 所以说的话只有一个测试一啊 如果说有其他的快 那么呢 可以单击这里 然后呢显示其他的快 那么可以选择你所需要的快 好了我们就需要这个测试一 那么单击确定 好 圆快这里呢 它就改成测试一了 那么这个附着这里 这里呢 是中心范围 中心范围 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预览 附着中心范围 什么意思呢 附着的话 它指的是这个引线的基线 连接到这个快的哪里 连接到哪里呢 连接到这里 这里呢 它是一个中心的 是一个中心的范围 可以说是一个中心的位置 就是这个中心范围啊 好 我们点击这里 可以呢 改成插入点 好 那么呢 预览呢 它就变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基线呢 它已经连接到了这个快的 插入点这里 我们在创建快的时候呢 是把 设一条边的 这个中点 作为插入点的 所以从呢 这个基线呢 它就连接到了插入点这里 好 这里插入点 好了 下面这个颜色啊 好理解 比例呢 它是全局比例啊 我们呢 就不用改了 好 我们单击确定 单击关闭 好 快于引线 这个样式呢 已经自为当前了 好 那么我们来创建一个引线 好 单击引线的命令 单击指定键头的位置 好 单击指定引线的位置 好 这里 编辑属性 快名 测试一 字母我们要改吗 好 比如说我们改成 改成 R 大型的R 数字的话 给它改成 比如说改成一个9 然后呢 确定 是吧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呢 我再形建一个样式 多种引线的样式 选从这个 把这个作为基础样式 那么再单击新建 好 名称呢 我就给它改成01 好 继续 内容这里 这个类型 多种引线 类型 还是给它改成快 那么圆快 我这里呢 我选一个 这个圆 好 这里呢可以看越南啊 好 其他的我都不改 当然了 大家可以来这里啊 改这个是否有极限 或者说极限距离 啊 或者说箭头大小 打转大小的都可以啊 好 我确定 单击关闭 好 这里呢 01 它已经自为当前了 好 我 我 创建一个引线 好 单击指定箭头的位置 单击指定引线的位置 好 这里 呃 让我们 输入 啊 输入 标记编号 我呢 就输入一个1 然后确定 好 是这样子的啊 不过呢 这个1有点小 没关系 好 那么我再创建几个 好 我这里能输入2 好 然后确定 我再创建一个 好 我这里输入3 好 确定 那么来给大家讲一讲 引线的对齐 那么引线的对齐呢 我有一个技巧啊 可以分享给大家 比如说 我要把这上面的两个引线 呃 和下面这个啊 和这个引线对齐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啊 有一个方法 就是呢 我先画一条线 呃 从这个箭头这里呢 连接到这里 然后我移动 把这条线 给它 移动上去 好 再改这个引线 好 更改夹链的位置 好 我再移动 好 选中这条线 再给它删除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 这样子呢 这个引线啊 它就美观多了 那么还有的话 就是合并啊 合并 单机合并啊 那么我可以全部选中 然后回车键 啊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 呃 我在合适的位置 单机 啊 它是这样子的 啊 这个呢 嗯 也好理解 好 我删除 关于这个引线的对齐的话 其实呢 不用去深入的研究啊 那么我这里呢 也不用讲太多 那么 我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 好 添加引线 好 单机这个命令 提示我们选择多重引线 那我选中这个 好 这个时候呢 就提示我们指定引线尖头的位置 好 大家呢 可以看这个预览啊 那么我在合适的地方 单机 那么它继续提示我们指定 引线尖头的位置 好 那么我在合适的地方 单机 好 那么我可以结束命令 按一下 ESC键 那么添加出来的这个引线 是可以删除的 好 这里 删除引线 好 提示我们选择多重引线 好 那我就选中 选中之后 提示我们指定要删除的引线 好 比如说我删除这个 那么白色的小矩形框 放上去 单机一下 好 回侧键 是吧 它它就删除了 它就删除了 好 我这里给它改到 改到引线啊 好 结束命令 那么 我把这个 把这个置为当前 好 单机一下 好 那么我来创建一个引线 输入123 好 下一行 456 好 那么我可以选中这个引线 鼠标右键 特性 那么大家可以来到这个特性这里啊 这里呢 也可以来做相应的修改 好 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 这节课 讲完 下一节课再见 谢谢